美國呢 要圍堵中國大陸 拉了好多的一些盟友 但是現在看起來 真的拉的是誰呢 真的是菲律賓 那你菲律賓呢 真的也是不要一頭熱啊 你真的會吃虧的 我們來看到呢 菲律賓現在三個 重要官員都說 我們沒有給你君子的協議哦 菲律賓房長說了 我們沒有參加跟中國大陸 任何的君子協議哦 然後這是中國大陸搞的宣傳戰 這是小馬可氏 還有菲律賓的國安顧問 都講類似的話 那中國大陸這邊央視呢 重磅抨擊這個菲律賓 說我們呢 有南海各方行為宣言 第五條就已經說了 這個南海無人島 要變成是 南海的島礁是 無人無設施狀態 你說沒有君子協議 那你不是也有同意 南海行為宣言嗎 像是准子還沒過嘛 然後還說 馬德雷山你呢 坐灘這個地方 你這個否認君子協定 菲律賓你是枉顧歷史 信義盡失 然後呢 美國跨越紅線 部署中島這件事情 然後菲律賓駐 中文大陸駐菲律賓大使館 也說這個君子協定 不是秘密的協定 2023年2月的時候 小馬可氏上台後 七個月你都有遵守 你都有遵守 但是你現在說翻臉就翻臉 沒有啦 因為馬德雷三號在仁愛礁 24年都沒事 你說雙方沒有一些什麼協議 這實在難以想像啦 那那個協議當然就是 基本上你的船 停在那裡我暫時不拖嘛 可是你不要在那邊 搞一些什麼事嘛 加固 對不對 所以建材就不能進去嘛 對 水跟糧食就讓你進去 這個沒有協議 怎麼可能這樣進行呢 怎麼可能 我只要跟你拖 24年耶 所以 坦白講那個杜特地任內 也是沒有被拖 就沒事啊 事實上這個軍旨協議前一陣子是 小馬可是用來鬥爭杜特地的 對 所以你是不是跟中國有談協議啊 我怎麼不知道啊 那 杜特地就說沒有啊 你到底在說什麼 那杜特地的理解就跟那個一樣 跟央視講的一樣 那後來 小馬可是對杜特地也鬆手了 知道不能亂搞 真的 因為 福利賓內部也有他女兒的勢力啊 對 你真的要這樣對 要對著幹嘛 後來這個議題就不見了 結果現在又跑出來 現在又跑出來 可是不是在鬥杜特地的 變成是來鬥中國了 那真的是 你看兩個都是 就是這樣 吃力不討好的 你呢真的會受傷 那中國大陸真的也不是沒底氣 中國大陸也有軍事底氣 而且呢 是要不要對你而已 你這麼小 根本真的要用嗎 只是秀出來而已 你看 中國大陸有秀著什麼 引入深海 那個巨浪2的發射場景 特別說有山東艦 那其實呢 這只是前菜 中國大陸厲害的是096 搭配巨浪3 這是接著呢 就要出現的 那日本啊 還有呢 這個美國 還有澳洲 跟菲律賓 5月2號的時候 要夏威夷舉辦的這個會談 又來了 但是呢 亮哥你怎麼看 中國大陸有這個軍事的底氣 譬如說最近 你美飛不是肩並肩嗎 然後呢 咸陽艦動武完成了南海 東印度洋的這個演練 它是這樣繞了一大圈 其實呢 也就是你那個時間 然後呢 你羅斯福號最近呢 也到了南海 但是你沒有跟美飛一起 沒有到美飛肩並肩 中國大陸看到你羅斯福號來 也派出山雅號 還有呢 還有王信號去電針船去偵查 其實這種事情 可能會變成常態啦 你來我就會出招 對啊 然後遠洋的演練 這個中國做那麼多作戰艦 不出去繞一繞 拿來都放在家裡 對不對 那這個巨浪3 這個應該是用畫的啦 對 這個沒有看過巨浪3 沒有 現在沒有任何人看過它 沒有人看過它 巨浪2是這個啦 巨浪2有影片 是有 巨浪2大概 這個是巨浪2 不是不是 沒有秀出來 巨浪2基本上可以射8000公里 對 那巨浪3可以射12000 那都是核導彈 而且是多彈頭 所以簡單講就是 你如果不知道我核箭 核箭在哪裡 那我就是有第二反擊的能力 第二級 這個基本上就是第二級準備了 所以 我覺得美國 一定相信是真的啦 對啊 美國知道啦 對啊 所以剛好4月23 剛好是海軍節嘛 對 那剛好就在美國來裝 菲律賓裝中程導彈的第二天 對 所以有點巧啦 是巧嗎 反正就是 我在海軍節我就秀給你看 對啊 所以你以為你裝個 這個 中導 把戰斧巡弋導彈這種雅音速在我家門口 就可以對我有威脅 那我就告訴你一個更有威脅的東西吧 這真的可以擋到你本土的東西 可以 一定可以 對啊 因為中國大陸的潛艦 要開到外面三四千公里 那實在太容易了 可以啦 現在094都OK 那兩個說 24小時輪班在巡邏嘛 那太容易了 對啊太容易了 因為他只要離開關島那一帶 距離美國就已經是八千公里 就打得到了 就打得到了 而且更別說 其實大家早就知道 也許巨浪三早就有了 也許096早就有了 只是還沒有公佈而已嘛 那另外再來看到 中國大陸有這個底星 你菲律賓會碰磁啦 然後呢 這個日本也是如此 日本最近真的 膽敢到了釣魚島這邊去啊 想要登島啦 然後呢被中國大陸的海警團給攔截 然後呢這個也可以看到 中國大陸幾乎都是呢 貼著你非常非常近 你看呢這邊還有呢看到那個山啊 都看得很清楚 中國大陸也有一個最新說法 說我們對你嚴正的交涉 釣魚島及其附屬島嶼 是中國固有領土 針對日方有關侵權挑釁的行徑 中方已經通過外交渠道 向日方提出嚴正交涉 中方將繼續採取一些必要措施 堅決維護國家領土主權 我們敦促日方 恪守中日四點原則共識 立即停止一切挑釁和單方面升級事態的做法 切實尊重中國的主權和領土完整 兩個中國大陸在釣魚島這個地方 其實在去年的時候 就是說已經在這邊巡邏了352天 那日本呢最長也只有157天而已 所以呢就實力來講的話 怎麼可能是中國大陸的對手 還有呢美國 你不是說釣魚頭是這個美日安保嗎 那現在日本慫了 美國會介入嗎 因為真的距離日本比較遠 你那個中國大陸從浙江來一下就到了 對啊 事實上 釣魚島登陸也沒有意義 因為它沒有辦法駐人 你沒有辦法守 難道你要填海照路嗎 事實上也沒有辦法 不可能 它是一個山形的嘛 所以這個島坦白說 大家會 會較勁是因為它 所代表的領海意義 不是這個島本身嘛 對不對 就是領海權 還有相關的海域的權利 那至於它下面有沒有石油 坦白講沒人知道 對 根本沒有真正去探勘過 可是就是海域的爭奪啦 所以你日本要登島 那沒有意義啊 日本政客就很喜歡這樣子 不是啊 它就是登島然後秀一下 對啊 擺拍 就走了啊 這個 就跟那個 菲律賓到仁愛礁 它也沒有實力在那邊做天海照路 對 對不對 那仁愛礁 黃岩島也是一樣嘛 黃岩島如果沒有真正的填海照路 它事實上是沒有功能的 對 那 真正有實力填海照路的 當然是中國大陸嘛 是 所以它Hold住 沒有填海照路 就是大家相安無事的意思嘛 嗯 不然它早就幹啊 對啊 對不對 那幹呢就是 到時候當然就是緊繃了嘛 是 是 可是如果菲律賓 或日本這樣步步進逼啊 那 中國大陸 我覺得中國大陸 沒有來逼近 釣魚島 也是考慮到 因為它是 屬於宜蘭縣 跟台灣有關 因為 中國大陸之所以會說是 中國的 就是因為它認為是台灣的嘛 對 因為它 台灣擁有了釣魚台 然後呢 那台灣又是屬於中國 所以它就擁有了 是這樣的情況 跟九段線 十一段線一樣 所以就是在兩岸 但在這個問題還沒有 完全共識之前啊 它就留下這個空間 大概是這樣 但是呢 針對於你日本啊 或者是菲律賓 想要去掠奪 中國的領土的話 中國大陸不會讓的 包括 中國大陸會出很多的海警 會呢 趕緊包圍起來 更別說 釣魚島 真的日本不要傻乎乎 這絕對是中國的 管你怎麼樣 這一定是中國的 然後呢 它已經有這實力在這邊巡邏 352天 你要它天天去 它也可以 那你日本怎麼做呢 美國會幫嗎 一個大問號 太陽星全校 克肺爾益生菌 我吃了兩三天 最明顯的感覺 是睡眠品質 竟然變好了 睡得好 讓我整個人工作更專注 心情也變得更穩定更好 因為太陽星全校 克肺爾益生菌 才讓我認識到 克肺爾益生菌 它是由多織菌種 和益生菌所組合而成 不僅能夠維護 消化到機能 健康運作 還擁有多種 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當強大 你知道嗎 有台大教授 專門研究它 稱它是神仙的禮物 上千篇的國際研究證實 克肺爾益生菌 不僅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 影響全身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種的平衡 是解鎖身體健康 精神健康要使 對幫助睡眠維持好情緒 真的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藥 有季節靈感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 選擇太陽星全校 克菲爾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健康沒負擔 每日克菲爾時刻美好 Food feel feel good 請上快點購健康下單 輸入推薦代碼 有何外的選控 今回希望可以幫助